今天看到恒指 现在看到升幅又再扩饭到700点以上的水平 今天看到很多行业的股份分类都做得不错 其中金属资源类别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一个行业 特别表表姐看到有一只钟铝 今天的表现升幅是去到双位数 12%的升幅 现在都在做 在做$4.09 应该跟隔晚我们看到铝价再抽升 再接近4%都有些关系 它就是表现最好的金属期货 所以你见到铝业股都可以抽升 大家最近买资源股的聂长 有价升就买三桶有 同价升就买江西桶 现在轮到铝价都爆上来了 似乎是否追下去的钟铝 或者宏桥这些万无一失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始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时候 本身都是出现一些波动性 譬如前排是由价升的时候 但是没多久 到近排就有一些回吐压力 所以如果你说是追一些铝业股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一个小注的操作 就会比较上适合一些 因为你稍微市场有些消息 可能都会令那个铝价累的时候 都会有些影响 会不会都是因为香港的投资者 你看港股买的时候 可能就跟进回隔晚的资源价格升多少 但始终都是隔晚 我们升了才跟 会不会真的迟了一些 所以你都建议有时候 少住买就比较适合一些呢 其实商品价格本身我们在开市的时候 它的价格都会移动的 所以你去入市去看的时候 我想都要开回铝价的表现的时候 看看它即市的时候 当时的表现来做一个评估 会比较好一些 暂时来说我看除了这个铝价因素 都会应该是憧憬内地的经济 逐步是从十个正轨的时候 对于一些的基建当中 是一些的累财 钢财的需求大的时候 所以相关的股份 都会有一些的资金追捕 好了 炒作着这个经济复苏 其实都一段时间了 之前就是炒了油 油就很直接经济复苏 大家就想到油的需求 就会向上 油价就开始一路炒上 但是你看到油价 似乎近期这一转 就开始大约到60元边这些水平 它落回曾经扭油 落回到60元以下 现在叫刚刚紧紧爬上去 去到这些水平 你看到油价 开始就不太行 大家都是一个问题 既然是反映经济复苏 但是很多的资源价格 其实都涨了不少 会不会都反映了很多 或者会不会怕见顶呢 事实上资源的价格 的确是涨了 但是如果你说 去看回我们的一些相关股份的时候 本身都是由一月尾那些时间 才开始去发力来升 所以都是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 更何况有一些可能是 踏入二月中才开始涨 可能都会有些资金 就会继续流入的 只要市场就继续冲劲一些 两会方面的相关消息 或者是对于疫苗的效用方面的冲劲 这类型的股份 我相信还会可以炒多一两个礼拜的 前面的股份 你更是在这一遍 对于疫苗的股份 或者是在这一遍 对于产生之间 那里的股份 我也可以炒多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